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2019幸福工作直播 我是尹柔 我是QE 大家午安 耶 媽媽給你掌聲 我們對拍 我們兩個又搭檔了 看到我們兩個就知道 又有 又吃的啦 又有好吃的 今天的美食我個人非常喜歡 你應該也是算吃檔烤比的人對不對 我吃超級檔烤比 畢竟你是顏值擔當啊 顏值這樣 顏值這樣 可是我只是不吃很鹹 我是吃很辣 你是偏辣的 對我是吃辣 鹹我不喜歡 但是我很喜歡吃辣 我是反而很喜歡吃重鹹 所以我們兩個搭在一起 真的是顏值擔當 顏值擔當 可以可以可以 我也是辣度擔當啊 可以可以可以 炒辣椒 炒辣椒 今天的呢 來到的廠商就是 印度料理 我自己也很喜歡 我喜歡吃它的那個 那個餅 N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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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東西真的超好吃 我每次都會點好幾份 我都會沾咖哩醬吃 對 因為我們之前去吃的時候 都會沾那個什麼 就是一把他們那個薑黃飯 喔 然後是之後我就去吃過他們家那個就是餅皮 那發現天啊 那個餅皮才是十柱吧 我是完全不點飯的 我是完全不點飯的 我都是狂吃那個烤辣椒 因為我之前都不知道可以這樣吃 喔 所以之後是開始去接觸多國料理才發現 欸 想不到NUN配咖哩 一絕 對 才是真正的絕配 而且我們今天來的那個主廚負責人 他就是印度的主廚喔 對 你知道這是整個超級道地的 是不是很期待 嗯 但是在那之前呢 我們還是先得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的通關蜜語 沒錯 而且我們的遊戲規則 有一點點小小的改變囉 跟大家說 今天呢只要幫我們把關鍵字刷起來 一定找到幸福工作 對 就可以囉 欸為什麼沒有那個留言跑出來啊 那個留言 我們沒有看到留言 沒關係因為電腦還沒開 喔 好 沒關係 所以今天我們不用take兩個朋友喔 你只要輸入我們的通關蜜語 一定找到幸福工作 就可以來抽獎囉 那跟大家預告一下 今天要送大家什麼好禮 我們會送你六堆火房的主食兌換 就五份 五份喔 爐底撈的森杯泡麵 套券也是五份 套券也是五份 對 然後待會我們印度廚房 我們會送你好禮喔 哇好期待 還有養豐人家的花粉 益生菌 送給你一份喔 每次一一送的東西 我都好想要 然後我都會偷偷跟觀眾說 如果你不要抽到的話 可以給我們 其實真的可以 如果你抽到的話 你不想要對不對 對 你就署名說 留給Kiwi 留給乙柔 或留給和風 都可以對不對 歡迎大家踊躍的抽獎 然後留給我們 哈哈哈哈 好 那現在一開始呢 我們要來介紹的 一樣是好吃的廠商 這家叫做想鴨 賣烤鴨的 你喜歡吃烤鴨嗎 我其實蠻喜歡吃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 那種鴨子 在那個花東縱骨上奔跑的 最好吃啦 烤鴨我自己也很喜歡 我都會去宜蘭吃 他們的那個櫻桃鴨 櫻桃鴨一定要吃 而且鴨子都可以兩吃有沒有 片鴨跟辣炒的 他們現在還有三吃 還有六味 就是 三吃 三吃六味 辣炒的片鴨 然後還有什麼 湯的 湯的 喔 煮湯的 之前還有一些是煮粥的也很不錯 喔 對對對 我剛說的六味 就是還有包含煮粥 他們現在就是有那種所謂的 就是三炒六味 就可以組合出不同的樣子 一隻鴨你可以吃到六種口味 對不對 對對對 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響鴨的影片介紹 請看 網品集團旗下時尚餐飲品牌 響鴨 經典招牌片皮烤鴨 酥香鴨皮 鮮甜肉質 讓響鴨品牌一推出 這成為陶客的最愛 這時尚新品牌成功的秘訣 除了團隊和主廚研發的用心 更重要的是 內廠人員掌除功力 從員工餐就開始扎根 超澎湃員工餐上桌 中西美食全都在這裡 每盤好滋味 都是出自員工之手 有時候會說 欸 主廚我想學麻婆豆腐 對 那你可以教我嗎 要做飯菜的時候 師傅就會在旁邊去教他 對啊 所以我們常常 外廠的同仁就會覺得 很有口福 不但精進了廚藝技巧 精緻的員工餐 更是響鴨同仁 保持對工作熱情的 重要活力來源 響鴨成席王品集團 以人為本的精神 因此福利當然不只公餐 為了讓員工好好充電 這裡每年的員工旅遊 更是精彩客棋 那我今年就是參加去土耳其 對啊 因為土耳其你就會覺得 公司可能沒有舉辦這個地方 你可能就是不會想到要去這個國家 可是因為公司舉辦了 所以就是你可以有這樣子的 體驗跟經驗 我沒有出過國 也是因為加入這個 王品集團之後才開始有 這樣子可以去出國旅遊的機會 貼著皮跟皺的中間 一刀劃過來 那你的皮會比較完整 我們都有就是要去上課的一個課程 除了我們在門店的學習以外 就是會透過就是回到總公司去上課 那可以就是建立我們更多的一個系統的一個架構 教學上面啊 我們一定會有就是訓練師的一個就是方式 包含主廚這邊也都是一定會親自的下去帶著就是同人去做一個教學跟練習還有示範 就像我的兄弟姊妹或是屌弟表妹都會問說 在那個王品打工的福利會不會跟其他人來說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都會跟他們去做分析 對他們都已經有些已經 對有在其他 間據成長及休閒雙向福利 想壓提供同仁優質的工作環境 凝聚員工向心力 因此造就超水準的服務品質 這也是王品集團始終穩坐餐飲龍頭的不敗秘籍 公司的福利其實都是以同仁為出發點 在做一個安排 我覺得這一塊上面就是讓同仁覺得今天來到想壓上班他都可以很安心 哇 自己員工就可以吃片皮啊 對啊 好羨慕喔 對啊 而且去那邊還可以學到多國料理 他們剛剛就說 例如說他想要吃麻婆豆腐 他就跟主廚說 主廚我想要學麻婆豆腐 免費上廚藝班的概念 對 然後主廚就會在旁邊邊炒邊教你 我覺得很好耶 很棒耶 免費廚藝課 都不用繳學費還可以賺錢 對 這麼好的工作 我們來看一下還有什麼樣的福利制度呢 好 趕快來看一下 對啊 在福利制度上面他們在薪資的話 每個月當中有本薪 全清獎金 績效獎金 還有管理津貼 甚至還有技能津貼 還有外語津貼耶 他津貼超多的 對啊 津貼王 真的真的 然後在年度部分呢 他們還有年終獎金跟績效個挑心 好 那我們還有歡慶節是在三節獎金的那個 除夕還可以公修耶 對 還有公修 對 我覺得這除夕公修是 這真的很不錯 真的很公道耶 對啊 因為過年不能修真的很傷心 真的真的 雖然說有時候 難道說什麼 過年的時候要給你double薪水 可是你就想要跟朋友 就需要錢啊 對 我就想跟朋友或家人吃年夜飯 我就想要吃年夜飯 我就想要團員啊 我就快要上班嘛 真的很尷尬 這真的很感人 對 然後他們這 因為他們是網品集團嘛 所以他們有每季加滿的放鬆價 放鬆價 放鬆價 應該就是讓你可以去好好happy一下吧 然後他們在計時員部分 有享福又給力 在認真部分有全勤的朋友們 一千塊 對啊 一千起哦 全勤 其實我覺得對於那種新鮮人來講 全勤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對啊 對 因為就是工作很向上去 我覺得我剛進到一個新的行業 新的領域 所以我就想要做好這件事 所以這樣子他們在想家這部分 就有那個津貼獎金送給你 一千元起 還有快樂想雙星 然後還有國定假日 出勤有雙星 想要多賺一點錢的人 對對對 然後還有安心想休假的部分 有法定給新的休假 欸法定給新休假 所以他給你錢 但是你又休假的意思嗎 給你錢又休假 對啊 特休是這樣子 對對對 特休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部分 他們每個人還有記下獎金 跟年中獎金 他們獎金真的蠻多的耶 哇 真的很不錯 那來看一下有哪些職權呢 這些部分他們的時薪呢 高於我們的勞健保上面的是 155到165 是 然後在那個 這個是想壓的桃園店 桃園店 對 桃園店 然後他們在廚藝部分呢 也有徵求助理 月薪上看3萬3 然後在大廳的見習鄉里部分呢 也有需求月薪也上看3萬3 然後在他們的學習發展部部分呢 有教育訓練規劃師 喔這個很酷耶 然後月薪也上看3萬8千元 好喔 那有興趣的人趕快上我們 一一的網站來看一看囉 接下來就要送大家好吃的東西 六堆火房的主席兌換券 五份 五份很多呢 來看一下是哪五位幸運的觀眾朋友 好我們來看一下哪五位 恭喜 安安文 還有 Ken Young 還有張新韻 還有 Jimmy Moore 以及 Yu Fang Chen 恭喜以上我們會成功的 如果Kiwi有看到唸錯的名字 請多多欠 沒關係我們螢幕上都有顯示 好但如果你如果有點不開心的話 你還是可以留言罵他喔 哈哈哈哈 因為小朋友說要送Kiwi去那個語言訓練班 等一下我們那家餐廳也是一個語言訓練班 待會就來跟大家講是怎麼回事 沒錯 接下來介紹第二家也是世界頂尖的企業 就是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們的影片介紹吧 對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還是我們先來看福利真正外集圈 好我們先來閒聊一下 對啊 你昨天有沒有收到那個開山禮的那個 有 你知道嗎我有點傻眼 你有點傻眼 但是之後沒多久我就滑那個限時動態 我發現我有朋友也收到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超級無敵好笑的梗 他就說2020年 恭喜我們的開山禮的選舉即將要展開了 什麼的 我也看到一對哭手 因為其實我有收到 但我那時候在忙 我就沒有仔細看 然後就看到一對哭手說什麼 你今天成為開山莉莉以民了嗎 什麼的 恭喜你移民成功 鄉民真的很幽默 好啦現在我們影片可看了 我們先來看影片囉 好 剛剛一對哭手說什麼 你今天成為開山莉莉以民了嗎 什麼的 恭喜你移民成功 對鄉民真的很幽默 好啦現在我們影片可看了 我們先來看影片囉 好 剛剛一對哭手說什麼 你今天成為開山莉莉以民了嗎 恭喜你移民成功 這類的研發製作銷售 我們還跨足在就是ABC產業 就是AI、ABData、Cloud的這一塊 那我們在去年成立的五家 開始成立的五家職工師 就是在無人機 然後智慧雲符的部分 還有像光譜儀 等於說我們在跨領域的部分 其實都在做布局 在這一塊其實可以讓員工 感受到我們願意照顧我們的員工 其實我們最主要其實 我們會放大概九天的一個 黃金週旅遊週 那其實在這段時間 九天的假期 可以讓員工去拓載視野 也可以有時間陪伴家人 可以在投入我們公司的一些 研發的工作上面 其實在身心靈部分 員工可以在工作跟生活 可以達到平均 我們在跨領域的部分 其實在布局 所以其實在光機、電熱軟這部分之外 我們在銷售像PA、Sales這一塊 或是任何的財塊相關 其實我們都需要這塊類的人才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 只要你認為有任何專長 我歡迎非常新世代或是有面 有喔 我相信剛剛大家有抽到獎項的朋友們 他們都很開心 我看到有人打耶 耶 恭喜你中獎喔 恭喜你中獎喔 那今天要回答答賽喔 等一下我們還會抽 蘆底撈的三杯的那個泡麵套餐 那時候蘆底撈來的時候是你 不是 不是你喔 不是我但是我有看回顧 我就是這樣回顧 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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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中獎光點有什麼樣的福利制度和職缺 待會就要來抽出蘆底撈的餐券囉 他們這家也是在獎金制度給的非常有用喔 還有年終獎金 三節獎金 禮品 激勵獎金 還有績效獎金 那就是他休假的部分呢 有旅遊價 旅遊價是特別特休是不是 也是特休的意思嗎 旅遊 休假類旅遊價不是耶 旅遊價是他們自己追出來的 他們自己裡面的旅遊價 喔 在保險部分呢 他們有員工的撫穴 然後 員工的公出特別保險 以及員工的眷屬的住宿 住院慰問金 然後在他們這邊有誤餐費 以及火石金貼 欸他們這很酷耶 他們有員工的 調職的安家費 搬家安家費 對啊 這個好貼心喔 還有房租租金的補助 我覺得在台北工作真是一大需求 沒錯 但是那個我知道那個中強廣地 他們是在新竹跟苗栗 所以新竹苗栗的朋友有福囉 有福了 就算不是住新竹苗栗也沒關係 因為他還有上下班的交通車 沒錯 員工還有停車位 所以你開車上班其實也OK啦 也OK 對 通勤族的朋友 然後還有健身房餐廳 書報室交易廳 是 還有電影 國內旅遊 國外旅遊 好大方喔 國內外都有欸 聚餐委 家庭日 還有運動會 很關心員工的健康 還有各種補助 結婚補助 生日補助 然後國內外的進修補助 還有手機的配發 還有補助 退休規劃 哇 還有商場補助 以及購物優惠 等等的 還有國內外的旅遊補助 真的是福利很多 所以員工很好 來趕快看一下職缺 他們在倉管員這部分有需求 然後月薪有上看3萬元 然後在總務人員部分呢 這邊也有需求 上看4萬元喔 4萬元 對 那在儲備幹部上面呢 他們甚至月薪有上看4萬元 我覺得這個在儲備幹部上面的話 薪資是給的蠻優渥的 然後還有工程師 原體工程師 就是4萬元以上的面液這樣子 對 好的 如果大家是這方面的人才 想要進電子業的話 趕快上網來瞧瞧囉 沒錯 接下來就要抽出 爐底撈三杯炒泡麵套餐券 五份 然後我們要稍微等一下 我們的這個名單還在賄賂當中 然後再次提醒大家 我們的遊戲規則改樓 只需要幫我們刷出通關密語 一定找到幸福工作 所以這麼簡單大家趕快叫朋友啊 對啊也是來刷一下 因為我還是有看到 昨天我們雖然跟大家都那個 通關密語就是 方式比較便捷之後 還是會有人tag兩位朋友 因為他們就要告訴朋友們說 來抽 因為只要刷關鍵字 沒錯 你還是可以tag啊 只要開心就好 然後這個1是半型喔 因為我有時候看到大家刷的時候 刷全型的好像就會抓不到 全型或打這個中文字的話都會抓不到 記得是數字1 注意一下 好啦那大家繼續留言 我們現在先抽出我們的五份的幸運兒 看看是哪五位觀眾 好 看一下 恭喜得獎者是我們的 蔡巧宇 黃玉華 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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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到他 頭粉是你 有認證的是不是 對 有認證的 好 這次都念對了 拍手拍手 好 那接下來我們還是有這個精選的幸福職缺要給大家看對不對 分別是吳京葉可 月薪三萬元 年薪十四個月還有最新工作 年薪十四個月 很驚人耶 對啊 那我們現在就進畫面來看一下吳京葉可 有這個山海戀民宿現在真民宿的管家 月薪上看三萬元 還有聯興國際醫院在珍呼吸治療師 月薪上看四萬五千元 以及甜蜜蜜假期在珍台東的新婚禮秘書 月薪上看三萬八 還有美妝公寓大廈在珍 這個飯店的清潔人員 月薪市上看兩萬七千元 另外來看到的是月薪三萬元以上的有哪些呢 信義房屋現在在珍創意編劇還有剪輯拍攝 月薪上看五萬元 還有這個仁愛醫院在珍病房的護理長 月薪上看六萬元 還有海霸王集團目前在珍高階主管的 坐車司機 現在月薪也是上看四萬五千元 還有洛基實業在珍房務主任 月薪上看三萬八千元 再來看是年薪14個月 橘色算算屋 這家我很喜歡 我要去 對 現在他們的外場副理年薪是100萬 太誇張了 再來是三商加購 目前在珍美聯社的門市儲備幹部月薪是 兩萬五 但是年薪有14個月 好 再來是雲朗觀光在珍救生員 月薪是三萬五千 三萬零五百元 還有達美樂披薩目前也在珍儲備幹部喔 這個月薪上看四萬元 最後來看到的是 現在最新的職缺有哪些呢 東森得意購目前在珍美術指導月薪是三萬八千元 以及卡西歐在珍商品的檢測人員 以及大昌酒和飯店目前在珍HR的高級專員 還有樂購蝦皮在珍蝦皮的跨境客服專員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幫您精選的幸福職缺 如果說現在新鮮人畢業 現在陸陸續續畢業啦 因為大學生是六月嘛 但是研究生可能會晚一點點七月或八月 所以大家趕快上我們一一的網站 因為我們都幫您分門別類精選好了 每個都好想投喔 不論是薪資年薪甚至在福利上面 一一都幫大家歸類好了 而且都是大企業 都有名的大企業 那接下來就要讓大家來期待已久的印度餐 待會我們就要來歡迎我們的負責人 那在那之前 我們要先抽出我們的預告文 昨天我們有這個預告文 只要留言 這個美味印度料理 馬油有 我們要送你的是 這個 印度廚房的八折優惠券 不只有一張優惠券喔 還會送你這個 免費的烤餅喔 就是剛剛我們講到的 我們超愛吃的NUN 對 沒錯 我們就這樣一份 想吃 一次的話就是這樣一份送給你 想吃 那我們現在先來抽預告文 預告文的 一份送一份給你 看是誰呢 哪一位信義員呢 讓QEY看一下 恭喜劉佩玲可以去吃NUN囉 恭喜 哇 這邊有那個頭粉們跟我們打招呼 哈囉 Ken 哈囉 還有那個明瑞 嗨 明瑞謝謝你喔 如果大家進來那個直播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兩個人打個招呼喔 對 打個招呼 Say Hi 說一下你是不是自己 喜不喜歡吃印度料理 對 可以跟我們來一下迪賽聊聊天嗎 如果喜歡吃辣的話可以找硬肉 對 喜歡吃鹹的 喜歡吃鹹的可以找QEY 可以推薦他一些重鹹的餐廳 對 那看到我們兩個站在這裡然後像前面有一大堆好吃美味的料理就知道 我們先來歡迎我們的主廚 我們的負責人進來好不好 好 先來歡迎瑪悠有印度廚房的負責人Mr.MAYU 歡迎 歡迎歡迎 哇 歡迎這裡請 來來來來來 主廚好 MAYU先生 歡迎你大駕光臨 我們先來講一下說 當初你怎麼會來台灣 一看就知道是外國人了 因為我有這邊一些朋友 他介紹我台灣 是我第一開始來這邊玩 就是看到台灣是一個 很滿好的很漂亮的國家 很熱情對不對 當初是來旅遊的 對對對 因為旅遊認識台灣 所以當初聽說是旅遊 然後就 就譜出了一段戀情了對不對 哎呦好像在後方了 好像在後方了 好像有一點浪漫 好像在後方 不歸齒 可以說這樣子 是 所以就遇見了 命中的 真命天女 然後就在台灣定下來了嗎 那沒有 就是 你說 遇到你的現在的外型 第一開始就是我去南部那邊 南部 再來 中壢 再回來台北 台北就是認識了他 這樣子 喔 在台北遇到你的 就是各地旅遊之後遇見了他 對 情人 然後後來就決定為了他 來到台灣了嗎 對 是的 感人啊 超級浪漫的 所以 是因為過去在印度的時候就在擔任廚師是不是 對 因為我來台灣的時候就是我 我本來是廚師我想到去 很多不同的國家 所以 我本來是想要去加拿大 喔加拿大 就是來 來台北的時候就是 碰到他 碰到他說 欸加拿大不去了啦 不好意思就來到台灣 台灣No.1 就留在台北了喔 對對對 很浪漫耶 真的很浪漫 所以廚師的經驗大概有多久 差不多 差不多20 喔已經有10年了 那遇到太太之後來台灣大概多久的時間了 10年 差不多10年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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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10年了 然後夫妻倆就一起來打造這一家嗎 有印度廚房 這一家是我們2011的時候是第1個 第1個餐廳開 第1個餐廳 在基隆路 在基隆路 對對對 好那我們 待會兒還繼續介紹這個店家的資訊 我們先來試吃 好餓喔 好香喔 對啊 真的好香喔 受不了了 想吃喔 馬鈺先生 第一道會推薦我們要先試吃什麼 我們的料理就是很蠻多台灣人還是外國人都是喜歡的 但是最多人喜歡吃烤雞跟奶油雞咖喱 烤雞跟奶油雞咖喱 所以這個擠裡面就是有母炭的香味 所以有炭果香 其實看得出來它的外表色澤度就跟我們在外面吃到的烤雞就不太一樣 對 外面還有一點焦焦的地方 對焦焦的 感覺會很香 來你先去吃看看 我跟你說超香的 印度香料 就是很道地 烤雞對不對 所以你們會想到那個 它就是那種 超級道義的香料味 對 不是外面吃到那種烤雞 不是 Different Different 來那個 一二三 印度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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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一個都印度喔 而且你們最厲害的是我自己沒有很喜歡吃雞肉 是因為我雞肉常常裡面都會沒味道 怎麼可以做得這麼夠味啊 你們連裡面都入味 超級入味 因為我們這個是香料裡面醃好的 還有 一段時間如果這個雞還是看我們是 醃好哪一個肉 我們就會 這個香料的味道跟鹽巴還有一些 黑胡椒、黑色、蝦蝦香什麼都會進去 所以你們如果吃這個 就裡面也是先吃 不好吃我忍不住想要再吃一口 它不是只有外面喔 它裡面也都是香的 而且有跟大家說它的肉不柴 肉不柴 大瓜看不看得到裡面 你看裡面其實顏色完全沒有白白 它都是很入味 真的超級入味的 它吃起來有點像是那種絲片薄的感覺 所以你就可以吃到一絲一絲的雞絲感 裡面還是很軟嫩的 還是很juicy的 對對對 它上面是 大概要多久的時間 做這道菜 這個煙好的時候 大概四個到六個小時 然後這是我們烤肉裡面烤大概十五分鐘 也很費工耶 要四到六個小時 我們就是我們的客人點的時候 我們都是先烤的 所以如果想吃這道的話 我們會建議先煙 建議就是一進去麻油有印度廚房 就先點這道 先點這道 接下來慢慢想要吃什麼其他的 對對對 因為是現點先做的 第二個部分是這個 你可以吃個奶油雞咖哩 奶油雞咖哩 新鮮的番茄還有就是烤的雞 還有一些腰鍋什麼的 就是一起打那個咖哩 裡面有 很多香料 來給大家進去看一下 那這個雞肉跟 剛剛這個的醃製的方式是一樣的嗎 裡面的雞肉也是烤的 好香喔 味道不太一樣 這是有辣的嗎 這個是沒有辣的 因為我們都是先做的 有的人吃 不敢吃辣 我們就可以做 有辣的 所以說可以客製化 可以依照我們消費者當下 小辣 大辣都可以 一樣是很濃郁 但是它多了那個番茄的清香 吃起來是比較清爽一點的味道 對 我喜歡這個 很清爽 女生會很喜歡的味道 很多女生喜歡 然後夏天吃很爽口 非常爽口 很清爽的感覺 而且雞肉還是很嫩 而且雞肉裡面也還是入味的 對 它不是那種就是我外面吃到這種 像是 它只有外面的香料 然後外面的醬汁 然後完全沒入味 裡面就是白白的柴柴的 對這個好厲害喔 哇而且看到那個醬 我覺得忍不住想要 想要沾 想要沾 對 我剛剛一直在望著這個 可以用那個烤餅 因為我真的超級喜歡吃這個烤餅 我也是 台灣用的比如說潤餅或什麼都是很薄的 沒有那麼有口感 但是這種印度烤餅真的很好吃 而且我很喜歡吃印度烤餅的原因是 它的麵皮味很香 對 然後都會有一定的厚度 假胖的那種味道 你看就是你要撕開的時候需要有一點點 肺力有沒有 它有點手撕感 對你看看 要撕開的時候 其實沒有那麼好撕開有沒有 它超級有韌性 很Q的 哇而且味道好濃郁 我覺得這單吃都很好吃 我常常會多點一份那樣 自己一個人吃好幾份 對因為當你有很多種的 我沾你我沾 你可以沾那個咖哩汁 好來囉 我真的很喜歡吃這個 我媽 我真的很喜歡吃這個 要跳一下它硬度嗎 很咖哩硬度怎麼跳 可以教一下 是這樣嗎 我也要 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的 它的餅皮是 Q軟中 然後裡面帶一點那種就是 韌皮感 所以你可以吃它那種Q勁 超級有咬勁的 它嚼勁感十足 但是外面是Q彈的 真的 而且應該不只有原味對不對 這個嫩的話還有很多口味 還有很多口味 原味就這麼好吃了 原味就比較適合拿來沾醬 其他口味你就可以點來單吃 像我們這樣很愛嫩的人 就可以點好幾份來吃 真的是欲罷不能 然後除了肉食主義的人可以點這個奶油雞跟烤雞之外 是不是還有給素食的人也可以吃 對因為我們台灣這邊 印度這邊有很多人喜歡吃素的東西 我們攝影師想吃一下 對啊 攝影師剛剛一直一直在對我這一雞 對 想吃吃吃 來來來 攝影師真的很不錯 攝影師怎麼樣覺得好吃嗎 真的很好吃 喜歡嗎 好香 好香 真的 它餅皮味很重 然後再加上這個番茄的清香感 我覺得 可以耶 會不會等一下那個 我們的麻油先生還沒有介紹完 你就已經把那一盤吃完了 如果他們沒有喊他我們就把他吃完了 我們把他吃完 沒關係我們還有 剛剛介紹到一半 素食的人也可以吃的 對因為我們 我比較喜歡吃 我自己也是喜歡吃素的 還有 所以我們台灣很多朋友 還有印度人 其實台灣有很多材料 就是喜歡吃吃素的朋友 就是沒有蒜頭沒有洋蔥那種的 還有西卡莫尼也喜歡吃素的 所以印度餐廳的部分 還是我們說印度料理的部分 就是蠻多的東西是素的 所以我們特別就是 綜合素食和咖哩是蠻多人喜歡的 喔那裡面大概有哪一些料 大概裡面有群多人 紅蘿蔔 還有一些四季豆 喔四季豆 好愛四季豆 對 白瓦菜什麼的 它料很豐富耶 就是 蘿蔔四季豆 番茄一起做這樣子 也是那個清爽的番茄醬 對 還有裡面有蠻多香料 哇 很豐盛耶 因為很多人都很怕說 如果你吃素的話 基本上的 可以吃東西很少 對 可是它就是把這些澎湃的料理 都幫你一起澎湃在裡面 而且像我 自己很喜歡吃肉 我不吃素就是因為 素池都沒有味道 嗯 就是很清淡的 可是它這樣子澎湃的感覺 你等一下吃這個就知道了 有沒有味道 嗯 怎麼了 真的嗎 好有味道喔 真的嗎 你到底嗎 而且我剛剛以為是會跟這個吃起來一樣的味道 就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嗎 我以為大概就是那個番茄味 但是真的不一樣 對 你看看起來是紅的 還是 還是因為香油的關係 所以口味跟口感不一樣 而且不一樣 而且那個 蔬菜的清甜全部都到那個醬裡面 所以醬又多了一個層次感 我懂你 對 跟那個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懂你 對 他就是每一口都吃得到那個蔬菜的味道 我吃到一點胡蘿蔔的味道 然後再咬一口 四雞肉的味道 對 我覺得很厲害 這完全不像素食啊 對 超級夠味的啊 可以說這個台灣的蔬菜跟 一般的英國料理的蔬菜跟這個非常不一樣 三個都非常不一樣 所以如果有人沒有吃過這個他會吃 當然他會喜歡 因為這個 第一個是這個是新鮮的 新鮮的 什麼都是新鮮的 第二個是裡面有香料 香料如果你吃你身體當然是有比較健康 對 對 這樣吃起來會有一點點帶 辣的感覺 可是他的辣不是那種會讓你覺得麻麻的 對 他是那種很舒服 會讓你開胃那種辣 不會讓你的舌頭麻掉 他是那種 很順的 紅龍蝦有一點點麻麻的感覺 但是是很舒服的 對很舒服 就是會讓你一直想要吃 有時候有酸脆的感覺 對就是酸脆 真的 那再來我還看到一個 這個長得很 特別 這個是 我自己去印度料理餐廳我完全沒有點過了 這是什麼啊 這個是 印度的最有名的 蔬菜咖哩角 你去印度的時候 蔬菜咖哩角 這也是素的嗎 這個也是素的 這也是素的 蔬菜咖哩角 對 這個外面是一個 免分跟一個餅皮 還有裡面有香料 還有它裡面有薄一些蔬菜 還有 馬鈴薯 很多人吃不到 就是 我們喜歡的那個蔬菜這樣子 喔 那我們食用的方式 你會怎麼建議我們吃啊 是直接 拿起來咬嗎 對 你直接拿起來 你就蘸那個醬料這樣子 哇 這麼好嗎 拿起來咬 對 還是你可以 拿一點點這樣子 好啊 也可以拔一點點 我跟Qui一人一半 好 喔 這也是素的 可是看起來 等一下你回吃這個 你就會看到這個跟這個 多不硬 好酷喔 滿滿的餡料 這是馬鈴薯嘛 對 裡面有馬鈴薯 你喜歡馬鈴薯嗎 我喜歡 我喜歡 我喜歡馬鈴薯 好香喔 它很厲害是 它雖然每一道料理當中 它都有不同的料理 但是它的不同的料理之外 它有不同的香氣 對 就是不是單一的味道 不是單一的 我跟妳說 我聽到咔滋咔滋的聲音了 所以它外面是 就覺得裡面是 對 它的外面是酥醉的耶 這有用下到 因為我們不是說是餃子嗎 對啊 它是酥的耶 Amazing you know 而且很好吃 很好吃 不行我想要沾個醬 我看看 前面這一個 這個這個 我懂你說的 外面超級酥 對 然後裡面是 內餡很軟嫩的 Amazing I know 對Amazing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醬 這個是薄荷跟香菜的 薄荷跟香菜 對我們的醬料 什麼都是 這就要麻煩你試吃了 我覺得你們等一下還要試試看一點點 你們的午餐最近好了 你可以吃 我可以吃嗎 可是我很怕香菜耶 它不是那個我們外面吃那種香菜味道 我是超怕香菜的人 那你可以吃淡淡的 因為其實屬實在 我也是屬於不太吃香菜的人 可是我覺得 它這個裡面因為有加 薄荷葉嘛 它會淡化掉那個香菜味道 它會讓你吃到一種香料感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是如果你是不敢跟我一樣不敢吃 這個不吃香菜的人也會喜歡 有點 顛覆我們對香菜的味道 它主要都是一些很清爽的薄荷的味道 對 所以其實你吃起來的時候 像我們例如說我們這樣一個人吃這樣子一份 可能有點多 你會覺得有點膩 我跟你講沾這個醬不用 真的可以三個人 一個人可以吃了三顆 就是你先吃原味的 然後後面再沾醬 而且我看到旁邊還有 不只是這個醬 不同的沾醬 還有很多不同的沾醬 這個都是店裡你點餐的時候 就會供應給你的 我們都會附身中的不同的醬料 還有我們的醬料都是我們基礎的 都是新鮮的 那我們請瑪玉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在最左邊這個是什麼醬 那是乾燃油 如果有人喜歡是乾燃油 這是乾燃油 這個是Lawang的醬 你可以試試看這個醬跟這個醬差很多了 這個醬是什麼做的 這個是比較多女生喜歡的 你試試看這個 比較多女生喜歡的 感覺有點像塔塔醬 好那我們兩個來試試看看 來猜猜看 看誰猜得比較準 先不要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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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你們試試看 好 等一下一起試試看 啊對 好 它的味道 很奇妙 還沒有吃過 梅子 梅子 我先取梅子 沒有 不是嗎 不是 我覺得是梅子啊 我完全吃不出來 這個裡面有大概 大概 18到20種的香料 哦 還有 黑糖 黑糖 還有羅王子 羅王子 你們知道羅王子嗎 不知道耶 台灣有很多羅王子 還是很少有人都知道 哦 不知道耶 會不知道羅王子 羅王子 是一種中藥材嗎 這個英文講是Tamarin 那個是樹上面來的 就是如果有人 住那個 我們台灣的有些藥 對不對 住中醫醫生 他們都知道 所以這個東西是我們 學印度料理的時候 學的 所以這個醬料如果你吃還有這個香料 你小朋友還是女生比較喜歡 對 有點淺淺的 這個味道真的有點像 因為他說有10多種的那個 那個香料嘛 那我自己吃起來我覺得它有點像梅子的味道 對我也覺得很像梅子 但是竟然沒有梅子在裡面 這很酷耶 十幾個香料都要抽在一起 不過跟這個是同一個路線的就是清爽路線 對清爽路線 比如說這個是比較涼一點的 然後這個是比較酸甜的 我覺得應該說這個比較偏那種就是檸檬草 就是那種某檬草那種草細的 然後這個有點清涼的感覺 就變那種果實系列 酸甜的 酸甜的 那另外這個白色的是 那個是優格跟蒜頭 喔優格 優格 優格要試試看 優格我是還好 好那我來試試看 那個是優格跟蒜頭還有 優格跟蒜頭 對 優格跟蒜頭 喔 好酷喔 好 太酷了吧蒜頭很難想像 這樣子match嗎 對啊 它有點像那個 我們吃 我們吃那個 無糖的優格 的感覺 減肥的時候吃的無糖優格 有點像無糖優格的感覺 它的優格不會是那種 因為我們通常吃優格有人最怕那種 深的味道 對 但它因為有加那個 蒜頭進去 所以它其實是有 Balance 所以不會很奇怪嗎 不會 而且反而是比 反而是比我們平常吃優格的時候 還會感覺更順口一點 真的喔 對對對 加 好酷 這是 這是怎麼 怎麼發想的 這是也是印度那邊傳過來的嗎 啊 對 還是 這邊 對 就是比優格還要順口 很奇妙的味道 非常的 滑順 滑順 對 而且其實沒有 我一直想說什麼 蒜頭會不會很嗆 它沒有那個味道 完全沒有那個可怕的味道 反而是就是讓那個優格味 更香濃 對 更香濃一點 對 再來這是 這個是芒果跟優格酒 芒果跟優格 他們家都是猜不到的醬 我以為是 沾那個德國豬腳的那個芒蜜漬莫醬 我也是我剛剛以為是黃芥末醬 對 結果是 芒果跟優格 這個是新鮮的芒果跟新鮮的優格 哇芒果醬 還有裡面有些香料 對 因為還有一些黑黑的點 這些就是印度的香料 對對 哇 我們試試看看 很適合夏天 真的 夏天的口感 夏天的口感 而且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口味 沒有聽過這個沾醬 怎麼樣又很奇妙了是不是 你們感覺裡面沒有芒果是不是 對 對不對 對 等一下我約說一些事情 沒有芒果味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芒果味 芒果在哪 因為我們 這個綁它 因為芒果是很甜的 對 我們的料理是鹹的 如果我們煎 你把它吞下去 吞下去 你吞下去 主要咬下去這皮身太Q了 我覺得 這個 這個 那叫什麼 厚勁嗎 就有芒果了 你吞 這個很酷耶 還有裡面有一點 芒果香甜味 裡面有一點�芒 芒果 芒果 優格 還有黑胡椒 你先吞下去 很酷喔 很酷 因為你在吃的時候完全沒有芒果的感覺 但是 我還沒有感受到 當你吞下去的時候 它那個 回香上來 我就會那個 有點感覺到那個芒果的香氣 但我覺得很特別 常常你有吃過這個味道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吃的 這個好吃 對這個好吃 我喜歡這個 另外這個我想就是 香菜本人了吧 那你先放你這個 有的人喜歡是香菜還是橄欖油 他們就可以加上 這樣子 所以這個配料 都是建議沾浪來使用嗎 還是都可以 我們會送一些 客人來的時候 我們會送一些 薛餅跟烤餅 薛餅 薛餅 薛餅跟烤餅 都很適合沾 這幾種醬料 這都是 只要到餐廳來用餐 就會付給你的 你不用再單點了 就是你來餐廳 我們第一開始就給你試試跟這個醬料 就會給你脆餅 還有這個嫩 除了對客人很好之外 剛剛有講到 因為我們要補習 後來上英文課 GQ你也可以去他們那邊上班 對啊 主廚會收我嗎 因為我們餐廳那邊 就是很多人 比較多是台灣人跟外國人 會來學 可以一起工作 對對對 所以很多夥伴都是外國人 是嗎 沒有說很多就是 一般台灣人一般外國人 所以 他們一起工作的時候 就是 都講英文為主 有的外國人要學中文 就是他會跟台灣人學中文 很多學生 還是 很年輕的台灣人 他們喜歡 學英文 還有他們不要花錢 他們就一起工作 不用講補習費了 而且大家不要看 馬鈺先生中文講得這麼好 他也有去補習過 他自己聽別人這樣講 然後自己就學會了 對啊 怎麼這麼厲害 是學系的 因為我來這邊 差不多四年 還有就是 如果我 聽不懂哪一些話 我就會問人家 就是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跟台灣人學的 從所中學 然後就慢慢一點一點學起來 所以 去他們這邊上班 還可以學語言 福利很多 來看一下有什麼福利制度 好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這邊在這邊 我都忘了 已經拿過來了 我們來看到有這個 勞保健保 特別休假 勞退提伯金 這些法定項目 是一定有的喔 再來還有 記憶力獎金 績效獎金 然後最好是 有免費公餐 對 我主持人特別說 他們吃什麼 對啊 怎麼這麼好 對 真的 因為這個料理是很特別的 對啊 如果你去印度餐廳 一個人大概500到600塊 印度餐廳其實不便宜 一直 一直這樣子 所以你一天兩次吃 差不多1000塊 對啊 這邊都 所以這邊可以吃兩餐喔 對 我們午餐晚餐就可以吃 午餐晚餐都可以吃 這樣就省多少夥食費了 真的 然後還有國內旅遊 然後定期聚餐尾 所以除了吃餐廳之外 還會帶員工去外面來聚餐 對 好像我們 聚餐的部分 我沒有說是 差不多每一個15天都我們會去玩 喔 15天嗎 15天一次我們都會去玩 15天就一次 15天就一次 你太好了 對啊 因為這個紅葉有一個想法 不是說 希望玩而已 這樣就是一個 Deam Reader 的部分 有一些人是很年輕的 有一些人是可能是新來的 因為我們有員工有大概現在已經70 超過70個人 所以這樣是不同的餐廳 我們有大概七到 現在是七個餐廳 在台北跟新竹 所以他們就是可以溝通 可以了解 像是一個Deam Reader 好用心喔 Family 對 因為一般是外國人 一般是 台灣人 印度人 所以他們就是 交換那個 文化的這個東西 對啦 真的 真的 他們就是也是歡迎新朋友 然後也是要加深 員工之間的 活絡度 活絡度 然後像一個國際村一樣 大家都是大家庭 聽起來就很溫馨 真的 他們需要的員工的人格特質 就是要積極負責 然後面對問題 主動來解決 還有 當然做販業 一定要充滿熱情 沒錯 那來看一下 現在有哪一些職缺 現在 新生店 然後松江店 還有大直店 中校店 基隆路店 寧生店 竹北店 通通都在缺 外場人員 外國人 台灣人都可以吧對不對 只要你有以上的特質 歡迎你來應徵 那當然還有這個 希望人員跟餐點的外送員 所以 如果說我不想要到外面去吃飯 我點多少就可以 讓你們外送 店內要買多少錢 我們 目前是沒有什麼 沒有說固定的 就是因為我們留這邊是 外送的人 如果他同意 就是說 最少是 一餐 差不多300塊的 都可以外送 對啊 好大方喔 那目前有跟什麼外送平台來合作嗎 我們跟Foodpanda 跟UberEats 都有 Foodpanda 也可以上 還是這個外送的工作 我想要給 很年輕的台灣人 因為 我看到他們就是 喜歡 就是有一些工讀生 還有 就是晚上工作的人 就是他們要 就是要付他們的那個 college 所以他們就是如果每天 三個四個小時工作 就可以賺錢 還有那個錢就是 外送的錢 我們不會拿 就是給他們 喔 這麼好 怎麼這麼好 太感人了吧 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 我覺得是 我來台灣已經 10年 10年我們開 差不多7、8家 產品 10年就開了7、8家 其實真的很厲害 所以現在就是開始我們 推給他們 取資社會 會退社會 交換 交換 一些 因為我覺得是 如果是年輕的人 就是比較現在 如果有人幫他們 他們可以 學 比較好的 所以在 工作啊 還是 他們的學校啊 還是跟我們 都可以學 也可以減輕他們的經濟啊 對 比較大的公司就可以 幫他們這個 現在比較 比較 年輕的那個 Generation 那目前7家分店對不對 大概是在哪一些位置 7家分店 那邊 對對對 那你有哪幾間分店 大概在哪邊 還是我們請徐小姐來跟我們說一下 就是台北那邊有6家分店 台北目前有6家 是三個禮拜又開第7家 在忠孝東路那邊 忠孝東路 喔 那新開的忠孝店有什麼樣的優惠嗎 那邊現在是我們 因為這個是新開的 所以 到這個月底到7月底是有 每一個可能就是可以搭巴車 月底錢都可以搭巴車 都打八折 趕快去吃 趕快去吃 但如果說你不是去忠孝店也沒關係 因為你可以參加我們的抽獎 是啊 你要有這個八折券 剛剛主持說 他還要再送我們三份 但是我想大家應該都覺得三份不夠了 我剛剛有看到大家那個留言刷得很熱情 對 一直刷一直刷一刷 我們在想說就是可不可以再幫我們的民眾再凹一點 對啊 可不可以再多給他們一點福利 再多給一點點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產廳 沒有 跟其他的銀行都沒有合作 我們都沒有給discount 什麼都沒有 都沒有 特別特別 尤其是我們 什麼這麼感人 真的有客人來跟我們問是 哪一個刷卡就有八折都沒有刷卡 都沒有 哇 現在都要出事一 就可以吧 就有八折了 我們很早可以打折 因為我們覺得是我們東西一定要做 很好吃跟很特別的 所以就是大家會來吃 太感人了啦 那我們當然還是 希望可以 再多給一點福利嘛 可不可以再一點 就是三張了一點少 五張好不好 可不可以 我們抽一個五 對 加碼送了兩份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好搭檔 那我們待會就抽出五張喔 五份 大家趕快把留言刷起來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MAYU 帶了這麼好吃的印度列人來給我們 待會就要來抽獎喔 謝謝 好那我們先請 那我們待會抽出來的就是 五張這個剛剛講過這個八折券 還有 免費的NUN 免費的烤餅 你這樣一組 我們會送你五組 現在我們可抽了嗎 當然我們要把留言刷起來 先趕快把留言刷起來 坤點坤點 有人有說有Kiwi的簽名照嗎 有Kiwi的簽名照嗎 可以送嗎 可以送嗎 如果大家想要抽的話 也是可以啦 但是有人要拿嗎 有啊 有啊 有人在問啊 好啦 要Kiwi的簽名照的人麻煩你先拉個20個人進來 看看我們的直播我們就會免費送給你喔 沒錯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抽出剛剛 主廚非常大方送的五份 這張很多耶 沒錯 五組喔 五組的這個優貴雀 而且它好阿沙利喔 對啊 這真的很好吃 對 沒錯 我來看是哪五位幸運觀眾 趕快看一下 好來恭喜上的五位是我們的 Krrr Mis 呃 好 蛤 好 這個好 Krrr 恭喜Krrr 然後還有楊金龍 還有 NN 他是抽到第二個 NN位 還有那個陳梅慧 以及 劉沛娟 恭喜 恭喜 這個NN是不是 是不是很難唸 剛剛 NN好像有在抽中 好 那我們最後還是要繼續來介紹我們的幸福企業 最後一家呢就是我們的 美麗華 百樂園 是大家要不陌生 不得不說我覺得美麗華真的是一個不管是朝聖地帶或是情侶約會 就是約會的地方啊 超級浪漫的 我也是在這邊 我好像沒有 我好像是跟姊妹去的 姊妹去的 還是很浪漫 對還是很浪漫 他那個地方就很棒 來看一下想要到這個 這麼浪漫的地方上班 有哪些福利制度呢 獎金部分呢會有員工生日禮金 然後員工電影 結婚補助 生育補助 退休規劃 當葬補助 然後還有什麼 在職教育訓練 然後 醫務室啊 然後有專業的 醫務人員可以問診 來問一下有什麼職權呢 好他們有需求是在機店的技術維護人員月薪上開32,500 在護理師部分呢月薪上開33,000 然後還有需求是在我們的會計科的主長 然後月薪上開35,000 然後在營運餐飲的主長部分呢 也是有月薪上開37,000 哇 好喔 那最後我們還要再大方的送給大家 這個養蜂人家的花粉益生菌 一盒16入一盒 小編我們可抽了嗎 哇 好 先把留言區刷起來 小編想要給大家更多的機會 那我們明天一樣有很多 好禮給大家喔 所以現在要來回顧一下職缺是不是 回顧職缺讓大家把留言刷起來 因為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抽獎 好不好 直接抽獎 好 沒有沒有先進影片 先進影片 讓大家繼續留言 然後看完影片的時候我們再抽獎 好 那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今天晚上8點 我們的國民黨總統領參選人張亞中 一樣來到了我們依依人類行的直播現場 晚上8點喔 一樣在我們的粉絲專頁開播 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續來鎖定 那也預告一下 禮拜五的時候會有周錫瑋唷 耶 之後我們還陸續續的邀請其他大廈來支持 大家敬請期待 好那現在可以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影片 要繼續看影片是不是 好來看影片 嗯 好 好 再分享 來囉 那今天的幸福直學希望大家都喜歡 今天晚上8點鐘繼續鎖定我們111人力銀行的 粉絲專業的直播 那我們要先抽出我們剛剛最後得獎者 正在匯入中 我想一下明天是什麼 明天也是一個好吃的 哪一家? 醫室 沒有聽過 其實我也沒有聽過 所以你明天一定要來收看我們的直播 好沒有問題 那要抽我啊 可抽了 可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位幸運的粉絲是誰呢 恭喜蔡悠悠 老朋友對不對 很常看到這個名字 大家都知道嘛 老朋友都知道 在我們這個節目當中 你只要常留言 常刷關鍵字 有的吃有的拿的 你這次中獎率就很高 沒錯 所以大家一定要繼續來鎖定我們的節目 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是 我們明天見 今天晚上八點也要繼續見 沒錯 支持你最愛的閃亮星星 沒錯 那就掰掰囉 明天見囉 掰掰